哈嘍 大家好 我是阿斯 喜歡我的頻道 記得按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接著就追蹤我IG FB Twitch Bilibili還有Discord 好 今天要介紹的 神兵技能是這四位 夏侯儀 燕迷龍 謝瑜 李銀鳳 那其中最大的亮點 應該就是李銀鳳了吧 他的神兵技能可是射程加1呢 好 我們先來看一下 夏侯儀的領日神刀 呃 這個技能靜天幽艷 那氣血90 呃 80 70 60 50% 以上的時候呢 受到致命傷害 免除死亡 每場戰鬥中 最多觸發一次齁 那攜帶幽皇邪焰狀態的時候 那你的範圍技能 傷害提高10到30% 呃 也就是說 就變成說你 假設你是90%的時候你被秒了 可以幫你打死的話 那就是 獲得免除死亡一次嘛 然後這時候你再放範圍技的話 是提高4% 就是這個意思 那你50%的時候被打 打過了的話就是38 也就是說你的策略就可以變成說 把你的夏侯儀先消到50% 呃 50%左右 這時候再收到致命傷害 下一個回合放9具粉面之類的 齁 然後策劃說是 我看一下 保證天賦的觸發機率嘛 並使得天賦觸發後的爆發 更容易達成 那天賦觸發後提高的 額外範圍傷害也能讓他 呃 再借9具粉面嘛 OK就是大概我剛剛講的意思啊 好再來是 燕明龍齁 那燕明龍的話是 千晃流光 那技能是天外飛星 每累計主動移動14到10格 可以獲得靈犀的狀態 持續一回合 那靈犀是物攻提高15% 那下次主動攻擊後移除 呃 欸 可是 他的 主動移動14到10格 是每一次 呃 14到10格 也就是說10格就可以了嘛 看起來是這樣 看起來是這樣 好 然後 就是多的一個物攻提高15%啦 可是感覺好像還好齁 下次主動攻擊後移除 那 這邊策劃說是說 一個是說每累積移動 在移動 或穿刺一定的距離後 都使人下一次攻擊更為致命 不想笑喔 哦哦哦哦 因為他是累積的嘛 也就是說通常啦 通常大家應該都會是 那個靈狐穿刺 然後衝完之後騙一個招 那因為你的距離已經很長了 所以通常可以累積到 呃 10格以上才對 所以這時候就可以獲得靈犀的狀態 再 那下一回合你的 物攻就提高15% 好大概是這個意思 好另外一個是黑龍齁 魔龍爪 好 按血龍威 釋放主動學學後獲得熔威的狀態 好那熔威是 下次遭受攻擊 對戰前 OK 提高15到30%的物攻 且 60到100% 哦大家自己對應齁 呃 對目標施加隨機兩個流害狀態 哦哦哦 OK OK 然後可是是不可去上的 看起來好像還 還可以啊 因為你的黑龍 你會幫人家護衛居多嗎 那幫人家護衛之後呢 不但提高物攻 然後也有機率對目標施加 兩個debuff的狀態 那策劃說是寫說 呃 神面技能可以讓他每次釋放 主動技能後 可以獲得一次自我強化 那可以讓敵方的近戰因你 不敢出手嗎 因為你出手的話就 可能就會獲得兩個debuff的狀態 那可能就會變成用 可是用魚 我想一下哦 目標 OK 也就是說法師的話也是會中的 其實他攻擊距離是兩個 哇 哇 那這要小心了 那這要小心一點了 萬一被上禁了哦 哇 好再來是 鯉魚鳳齁 好 西江獵魚 行動結束時 那攜帶拉弓的狀態哦 可以獲得遠射的狀態 持續 持續一回合 那遠射是射程加1嘛 然後暴擊率是4到20% 觸發追擊後 可以有30%到50%的機率 獲得主動覺學 減CD2 哦 觸發 觸發追擊哦 就是他的追擊的那個 那個 我記得是天賦吧 有點忘記了 好 也已經測試過來說是說 在鬼爆射牌 攻堅這樣不可或許 因為你的射程會多加1個嘛 那 呃 他的神兵的技能 那 影封有拉弓的 拉弓的 拉弓的buff的時候 可以再 增加一個射程 可是他就有持續一回合 不過 假設你每 每一回合都有拉弓的狀態之下 你都可以射程加1哦 然後 並且 看一下哦 然後 他會提高 欸 真的蠻實用的 還提高爆擊率 我一開始以為就提高射程而已 好 欸 今天就這樣子了 欸 我覺得 影尼鳳真的是 因為我一開始都沒有練影尼鳳 我是看到他神兵技能 有加射程加1的時候 才趕快練的 好 希望大家會喜歡今天的 這次的神兵技能的情報 那喜歡我的頻道 記得按一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我IG FB Twitch Bilibili 還有Discord 感謝各位今天的收看 掰掰